10号选手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她将在MV中扮演一位被林志颖追求的女孩 在MV中要追女生 那么林志颖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以前还没有这种经验去追女生的经验 那大部分都是被人家追 不过这一次我想在MV里面呢 会表现得相当的可爱跟有趣 非常特别 明年林志颖将会推出自己的新专辑 相对于上一张 这张专辑让Vice等了五年 为何要耗费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 林志颖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今年我想投入赛车 还有听了很多自己喜欢的音乐 所以有很多一些新的想法 想要告诉大家 所以也筹备了好几年的时间 在这张唱片上面 也希望到这新的专辑唱片出来 大家能够给予我跟以前一样的支持跟鼓励 今年林志颖多次来上海参加职业赛车比赛 对于自己今年的赛车成绩 他相当满意 也希望自己来年能够更上一层楼 自己也很幸运地在今年的全国汽车拉力赛 也得到了中国车手 职业车手级的一个排名第七 那我觉得也相当高兴 也算是在我今年的一个赛车的一个舞台上 也得到一个相当好的成绩 那今年呢 我想已经告一个段落排名第七 那我明年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进中国的前五强 娱乐无极限上海战记者张震报道 娱乐无极限上海战记者张震报道